這台車 怎麼落後坐在這啊 怎麼啦 黑大你怎麼了 這台車已經跟隨我兩年多了 快樂的時光總是過得特別快 事實後把它交給下一個愛他的人 我對他的愛已經昇華了 我必須另找新歡了 那你是要賣車喔 走啊 走啊 我們去新種孤車 那你車子是要賣給新種喔 沒有啊 我只是請他們估價一下 讓我心中有一個底 那你愛你家賣不會很心疼嗎 都花那麼多錢了 當然會啊 我花那麼多心力去呵護他照顧他 還噴那麼多小朋友出去 怎麼可能不心疼 你總共改了多少錢 近百萬了吧 近百了 近百了 所以今天我們要來看看 花了將近一百萬的改裝 到底值多少錢 照理說應該會打折啦 但是我改的東西也不是垃圾貨 所以至少應該要有三十萬四十萬的價值吧 反正我約了新種的太子幫我估車啦 他們很專業啊 是邵軒嗎 不是邵軒啦 新種的太子有兩個啦 估車專業是另外一個伯偉啦 所以今天是跟伯偉約啦 不是跟邵軒 反正就看一下他幫我估我的車多少錢 然後我順便現場看一下車 他們最近車子也蠻多的 新種接班人你怎麼都認識 對啊很奇怪嘛 董事長會認識喔 等一下就看啦 這麼多年來累積的交情 要怎麼估我這台車了啦 這台賣掉你要換什麼車 秘密啊 先講什麼好玩 提示一下觀眾啊 提示一下啊都已經過三十歲了 啊什麼車也都玩得差不多了 那你覺得我會買什麼車 烏魯4 你真的以為我是印鈔票的喔 這麼快就可以換烏魯4 我他X還跟你開143 哪有這麼容易啊 烏魯4還要再存一下啦 反正等我買車的時候 我一定會再給他爆改一番啦 到時候大家就知道我換什麼車了 嗨柏偉好久不見 Yo Kevin Go 今天有何貴感 今天我要把我的車賣了 真的假的 你幫我顧一下這台車剩多少錢 你弄成這樣確定要賣了 確定要賣了 確定要賣了 那我就幫你把車稍微看一下 檢視一下我們現在車況 順便跟我們講解一下車子 顧車到底是怎麼樣顧 它的一些重點 好沒問題 因為每個人流程會不太一樣 那我自己會習慣從車頭一路看到車紋 一般來說我們一定會去看板件 到底有沒有是正常的 是不是原板件 對是不是原板件 那幾個重點嘛 我們就是看螺絲膠條漆面 對然後跟我們一些經驗上去判斷說 它到底是不是原 到底有沒有動過這樣 對沒錯 那我們一定會先去看螺絲 這是最基本的 就是有沒有轉動的痕跡 它摸起來都很圓 沒有任何的一些棱角啊 就代表 也不是重新烤過的 它就是原本一起承認 沒錯沒錯 因為重新烤過的話 那個漆一定會跟原本長的不一樣 然後再來膠條的軟硬度 然後跟雲襯度 因為後期打的 你一定是用手去擠的 所以手擠的 它不可能像機器打出來那麼均勻 像這個一定都會是很均勻的 厚度然後邊邊的摸起來 感覺都會是一樣花順的 軟硬度是怎樣 車子年份越久 這個膠條出來越久 它當然越來越硬 但是因為每一個廠牌 搭炮的東西的膠條 其實材質都不見得相同 所以軟硬度不能當絕對的判別方式 對 你可能要整車都看完 看是不是整車都相同 都一致的 差不多一致的 才會比較像是 那所以你們這樣子 完整的固完一臺車大概多久時間 正常來說我會抓15到30分鐘 有的配備比較多的我可能要看久一點 看細一點 或是狀況比較多的 就是我嚴重懷疑它有一些異常的 我可能要花更多的時間 確認 對可能最長會到40分鐘到50分鐘 但正常來說正常車廣 幾乎都在15到30分鐘內會進 那沽完就會有價格了 沽完通常來說 我這邊心裡會有一個提供 那當然我也會跟客人 還有跟公司討論一個 買賣雙方都同意的價格 也不可能說我出多少 客人就一定買給我 所以一定都是雙方討論出來的 好那交給你沽我 我去前面看車 沒問題你逛一下 然後我車子大概再看一下 我看我等一下看一看能不能直接換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看 這邊載庫100多台車 有什麼車可以換 要不然換這台好了啦 458萬差不多啊 這樣換起來蠻不錯的啊 M2 CS 為什麼沒有淘煞 為什麼沒有淘煞 這個車不是要配淘煞嗎 我應該沒看錯吧 你知道輪圈蠻帥的 它這M的輪圈蠻帥的 沒有淘煞不行啦 這個車馬力這麼大 碳纖維車頂 它碳纖維很帥 碳纖維是一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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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剛好一台143 17年的 不是吧 143 17年的 剩下225萬了 那我那台車到底是多少錢 我只比它多一年 我18年 但是我有大柏林 它這個 它這應該是總大林那種標配車 它連柏林之音都沒有 所以 配備應該很少 偷看一下 6顆按鍵只有3顆而已 它只有3顆按鍵 我有5顆按鍵 我有5顆 而且我有大柏林 我還有旋轉高音 我還有上面的 我還有全車十幾次的喇叭 所以我應該可以多一點錢 GT53也不錯 GT53那麼貴喔 只是這個車買回來 可能還要花很多錢改 你看它的輪圈跟卡鉗 都是垃圾輪圈跟垃圾卡鉗 它卡鉗不會垃圾 它卡鉗又活塞的 我那個43的卡鉗 是配那個4活塞垃圾卡鉗 可是這輪圈也太醜了吧 這三小輪圈 所以這種車買回去也一定要改輪圈 它的中控整個感覺 然後螢幕 感冰師的氛圍真的是屌 你要隨便開一台 BMW給你開 那它曬了 來不信我們開這台 這個叫做21年的BMW 21年的M2 CS 你看有什麼那種 對啦是用了很多肌皮啦 很戰鬥啦 可是就沒有科技感 21年 21年 我今天不是開一個很老的車 我是開21年的 GL143 Coupe 有沒有18年的 我當初在買我那台143的時候 我就是在跟GL143做比較 我那時候其實想要買的是這個 我根本沒有想要買轎車 我想要買休旅車 但是因為它這個時候 它的內裝還沒改款 它還是那種 很醜的那種iPad的那種螢幕 就是很瞎 所以那時候我就是看到這個內裝 然後再看那個143 那個高科技的內裝 不然我其實是想要開休旅車的 開休旅車很舒服 你可以高人一等 就像我平常 高人一等這樣 新款的GL1其實蠻帥的 2022的 你看這2022的內裝 剛剛那個是2018的 你看2022的GL1 你看它的內裝 你看它的 XX的螢幕 老闆啊 一體式連在一起 那是大KMAN 對啊 你看整個氣勢 然後中控 中心的主手 那整個感覺整個氛圍 都不一樣 我們都把他自己帥哥起來 其實這台車 配備也比較差 它這台車連柏林都沒有 要買這個車還是要配柏林 而且最好是配大柏林 不可不說GL1新款 真的外觀真的蠻帥的 流線值 比那個舊款還要再更帥 但是GL153好貴 新車價應該是500多萬 600萬 而且現在的東武車價也是 500多萬 沒有比較便宜 因為他媽全宇宙缺晶片 其實看來看去 這GT53真的是蠻帥的 雖然它一樣是轎車 可是就有升級的感覺 它這個前面的這個氣霸 對不對 雖然說這台車買回來 還要花很多錢改 因為它配備的那個輪圈 還有一些內裝的質感 還是可以再做一點點綴跟紫燈 但是 我們就是點綴提升的專家 所以這個車OK 哇 欸KEN UP 怎樣 帥的都在裡面啦 欸幹真的欸 這邊都我幹 都沒有標價欸 前面就給你放三台寶石鞋先秀出來 我幹這每一台都猛欸 這可能沒辦法換喔 這可能要貼很多錢喔 這不要給它碰到喔 這個賠不起喔 金色的欸 金色的標很罕見欸 可是這個車我沒辦法開啦 說實在是 這我坐進去 膝蓋會頂到 會頂到方向盤 就很佩服為什麼 為什麼那些外國人老外 然後很高的 然後可以開這種車 我就沒辦法開 就像我之前很久以前 想要買R8 然後我要去看車 確定好了 然後都已經看好價格了 就是中古的R8 小R8 然後結果我最後要試車的時候 整個退到最後面 然後腳還頂到方向盤 然後我跟他說 不好意思 我這樣沒辦法開車 還是你要買兵力 218萬輕鬆入手兵力 你知道為什麼這麼便宜嗎 因為它6000cc 免年要繳的稅金很高 所以它的車價才會掉這麼快 然後它是2010年 所以如果你想要裝低啊 就買這個 保證你死很快 因為最近超高 你養不起 你保養換機油 一次也會嚇死人 這邊的車我們也碰不起啦 看該也估得差不多了 我們看一下 到底可以估多少錢 誒 不過要估好了嗎 差不多了 我這邊看得差不多了 所以已經有一個價格了 對我心裡有一個底了 好 在你告訴我價格之前 我要再提醒你一件事情 你說 這台車 新車價應該是要破500 對不對 沒錯吧 破500 加完選配 然後我有大玻璃 然後我有動態座椅 然後我有五顆按鍵 然後加上我改裝 改了幾億100萬 對不對 那這樣加一加應該有600萬 然後加上 我也推薦蠻多人來這裡買車的 是 好啦 這樣子你要估多少錢給我 你看看這個數字 你能不能接手 這有加改裝了嗎 當然要 這已經加完改裝了 當然是這樣 你開玩笑啦 這個加完改裝了 真的太扯了啦 像我改裝等於十分之一不大 我改裝剩不到十萬 我改了100剩不到十萬 如果改裝了不看 其實他們估的價格 跟我心中本來想的價格 其實不會差太多 那為什麼改裝的價格會落差這麼大 我大概說明一下 因為改裝品這種東西有點尷尬 它畢竟不是原廠選裝 所以改裝有很多狀況 品牌 然後使用的時間 比如說我改裝避震 我使用1萬 跟我使用10萬公里的 這個價格一定不會一樣 下一個車主 它有沒有認同這些改裝品 這些價 不能說百分 對是一個很大的問號 所以其實對我們車商來說 我們絕大部分 還是在估這台車本身的產值 對然後再去做一點 增減 外改東西其實只是增減而已 那這個增減多少的幅度 這個其實大家是要討論看 然後我原本想說100萬應該有30萬 結果剩不到10萬 如果是在原廠選裝 選了100萬 很有可能來 是你心裡想的那個樣子 甚至如果甚至是保時機 好那因為原廠的 對沒錯沒錯 但是原廠的話 跟外廠改裝還是有蠻大的不同 原廠有些就不帥啊 有些後面改的不帥啊 對這是事實吧 你認同吧 花錢 就是買快樂 對啦 買自己的開心 好啦感謝博偉今天 花那麼多時間幫我顧車 然後在大太陽底下 看大家都 這麼熱 新種真的是 很專業的一個車商 不管你是要買車賣車 反正你來新種 以後就是 找博偉就對了 太子啊 太子 邱博偉 找他就對了 新種這邊隨時在庫 就是100多台車 所以大家來這邊看車 應該是很容易找到你喜歡的車 因為董部長很粗啦 剛剛跟他握手 我說他直接 應該夠粗吧 夠粗吧 非常粗 但是感謝博偉 我比較沒那麼粗一點 其實啊 改裝車啊 你要賣車 你就是 畢竟要新幾倍了 你改裝的東西 車商他在收 在評判的時候 標準回來就 沒辦法跟你想像是一樣的 因為 改裝的東西 你看下一任車 他對你的改裝的認定 他到底喜不喜歡你的改裝 如果你可以找到一個 他很喜歡你的改裝 很認同你改裝的人 那你的價格可能就會比較漂亮 我現在講的是改裝的部分 因為在中古車商這邊的 他們估車當然就是 以這台車的精準去估 然後改裝再做一點點減減 你不能期待說 你改裝100 然後你還可以拿到 30、50的產值 所以啊 改車本來就是一條不歸路 你今天要走改車這條路的時候 你就不要去想 你最後賣車的時候 這些東西還可以帶給你 多大的附加價值 所以很多人不是都會說嗎 你改裝把原廠留起來 到時候要賣車的時候 把改裝品拆開分開賣 然後把車弄回原廠 然後再賣給車商 或是賣給下一任車主 因為這樣子做呢 你就可以比較能確保 你的改裝品 可以得到比較好的殘值的效果 除非你改裝完之後 然後你要賣車 你又找到一個 非常喜歡你改裝的人 當然就可以用一個比較好的價格 來把車賣掉 如果你喜歡我這台車啦 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出價 寧願喜標一刀一板 開始出價 我是Kevin 我們下次見 掰掰